好 剛剛我們是用水果來做早餐 對不對 現在第二道題目 來 要請教大家 上班族 澱粉類的食物當成早餐 能夠延長你的飽骨感 避免太快會產生飢餓 所謂的澱粉類早餐 我們稍微簡單的講 譬如說像鐵板麵 三明治 土司 燒餅有條嗎 燒餅蒜 就算澱粉類的一環 有人吃滷肉飯也當早餐 也是澱粉類的 難怪還有人吃空肉飯 就這類澱粉的 好 所以這道題目圈叉 請選擇 延長你的飽足感 全部圈 因為我覺得應該再多加一個 就是以我個人來說 是澱粉再加上高蛋白的東西 對 譬如說像我的早餐 都會兩片全麥吐司 然後再夾上一個高鈣的那個 那個起司片 對 然後再來呢 我會那個白水煮蛋 然後加一點鹽 然後就把它拌碎之後 夾在那個吐司中間 然後我這樣吃一餐啊 我可以一直動到晚上 在那邊吃 你動到晚上 譬如說我大概十點吃這一餐 這樣一份而已 對 到晚上啊 難怪妳可以二十三優 對啊 難怪二十三優 晚上幾點啦晚上 大概六七點再吃晚餐啊 哇 真的很厲害 好厲害喔 那個是我的輕食早餐 如果我真的覺得我太胖了 我要瘦一點我就吃這一餐 對 我真的覺得 我就會把所有的放肆 因為我們就不能太胖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放肆 都放到早上 因為我們都要吃倒三角形的早餐 對 三二一 是不是 早餐三 所以我早餐都一定要吃鐵板麵 哇 中毒味 可是我覺得這個質量 對我來說已經很小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早餐是吃這麼大的肉包 吃三顆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節制了 質量好大喔 好厲害喔 天啊 好厲害 妮可白 我的話 因為我很怕餓 所以我早上應該都會吃四個雞塊 然後上面一定要有一個起司片附著 然後熱熱 融化超好吃的 天啊 然後再搭配一個藝人薑 那如果我那天 帶顆粒的 對 如果特別餓的話 我會再來一個蜂蜜鬆餅 哇 好厲害喔 所以呢 到底是什麼樣種類的食物 你可以提高或延長我們那個飽足感 像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幾樣 就很多都是跟電肥類有關 加了很多蛋白質 雞塊啦 還是起司啦之類的 光澱粉是不是不夠 對 來 高醫師 我澱粉有 單純的澱粉 比較精緻的澱粉 比較複雜的澱粉 對 我們說顴骨類 你比較單純澱粉 它進到我們的胃腸 很快就被分解變成葡萄糖 所以它會讓你很快就變餓 那麼蛋白質相對的 它會抑制這個胰島素的分泌 所以你如果有一種方法 我們叫代謝平衡飲食法 可能過去一兩年前 報紙也有披露過 有人藉這個代謝平衡飲食法 來做減重 那麼它的基本理論就是 我先吃蛋白質 那你蛋白質可能 單純的蛋白質 你可能享用了五分鐘到十分鐘之後 你再去吃其他的菜 然後到最後再吃一點糖類 那這樣的話 就像剛剛這個冠衣 它會有辦法吃一點蛋白質以後 它可以撐全場 它是和在一起一起吃 分開的話更好 基本上分開會更好 所以光是吃吐司 可能白吐司跟全麥吐司來 就有一點不同 因為就有一點不同 好 既然說到全麥吐司 各位 在市面上很多的這個全麥吐司 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麥吐司 還有假的嗎 真的嗎 現場來考考看 好 我們這邊準備了兩份 你看這個全麥吐司 顏色差很多耶 真的 怎麼差到那麼多 口感比較一不一樣 對 那我們現在 大家手上都各有一份對不對 對 你們可以用 聞的 看的 吃的 來辨別 深色是1 淺色是2 好不好 來號碼盤請準備 真正大家品嘗下來 全麥吐司 到底是這種深色的 比較適呢 還是淺色的 1跟2 請選擇 1 2 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 就是吃起來 不是很可口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 對 白色的 白色的是 她覺得健康的東西 都不可能 不是 她根本不知道 那個味道是什麼 她不知道 對 她根本吃雞塊 怎麼會知道味是什麼味道 可是宇妮也不吃啊 那宇妮也是選 更慘的是她只吃雞塊 你問她雞是什麼味道 她也不知道 因為雞塊也不是雞做的 對 對 好 來 宇妮 我是覺得如果白色 就比較淺顏色 是真的燕麥的話 她真的 一輩子都賺不到我的錢 真的啊 對 因為應該是 如果她 妳就是重視她的味道要 對 那個深色吃起來 比較有古麥的香味 好 比較濃啦 對 而且其實她比較 比較沒有水分耶 你會覺得她裡面的那個 全麥的那個成分比例比較高 然後這個的話感覺是假的 好像不是用全麥來做的 真的啊 對 吃得出來 因為她感覺比較乾乾 碎碎碎是會比較乾 然後這個比較白的 就是感覺裡面水分比較多 類似白吐司的口感 OK 來 公布正確解答 妮老師 深色的其實它的相對性 它的口感是比較乾的 但是它顏色是最像全麥的 但是其實顏色像全麥 不代表它真的是全麥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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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給她一根香蕉這邊講 對不起啊 它是怎麼 它就是這個顏色是可以 放一些焦糖 或是比如說 它的這個膚皮的成分 稍微多一點 它就可以稍微 顏色變深一點 而且我覺得 它深色的咬起來的甜度 對 好像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看它的質地 比如說我們這個撕下來 再看這個感覺的撕下來 其實這個的絲 我是比較用力的在撕它 這個的絲是我輕輕的在撕它 所以簡單來講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 全麥比例是很高的 對 這個全麥比較難撕 對 因為它其實 這個本身它其實全麥的比例有 但是它不到所謂的全麥的宣稱 對 因為其實全麥它在99年 衛生署其實已經有給了一個標準 就是說我何謂叫做全麥 因為全麥其實要在一個產品的 一個乾粽裡頭 比如說這個全麥的這個麥粉 要在它的乾粽裡頭 要占51% 才叫做全麥 那當然你要百分之百 這些也都OK 所以就會變成 因為以前有些人 比如說看到像這樣子 好像撒了幾顆 你知道就黑黑髒髒的東西 就算是 就算是全麥了 但是後來就是政府就說 這樣不行 我們所謂的全麥 就要達到一個51%這樣子 對 請問蘇清喔 從剛剛我們一路在介紹全麥 你一直吃東西 現在 能是真的在分店還是肚子餓 還是你很愛吃 我很認真的在幫大家找答案 因為事實上我呢 並不覺得這個有太多的全麥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只是放得太久 又做得很差 不是 是不是 因為它的難吃純粹是 外皮已經很乾了 所以說它呢 一般來講就是表示它放比較久 因為你知道市售啊 他們有一些含量全麥比較稍微 真的有一點點 然後他們又希望做到好吃啊 他們通常會加比較多油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油 所以它也沒有想仿茂 讓自己感覺比較好吃 所以它就是一家 可能是有加一點點麥膚 就皮一點點 然後的白吐司這樣子 補充一下剛剛提到這個 全麥 有關全麥的問題 因為實際上很多人對全麥的東西 是有敏感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說 鼓吹大家吃全骨類 但是有時候 在選用這些全骨類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看你的腸胃 是不是能夠承受它 因為有很多人 一碰到全麥的東西 它會產生很多的脹氣 那麼我們身體 其實需要各種不同的營養 所以你如果每天 每天早上 或是經年累月 你都是吃同樣的東西 那麼你一定會有 某一些營養素的缺乏 那所以應該是 每一餐 你都盡量能夠注意到 均衡的營養素 那均衡的營養素 那均衡的營養素 就是多樣性 甚至不應該每天都一樣 你可以一二三 一二三 就像我們叫做 輪替式的飲食 這樣是對身體比較好的 像這種情況通常 比較常出現在小朋友 就之前就有一個 媽媽她本來是 是全職的媽媽 然後我還想說 反正小朋友大了 大概二年級的 應該可以讓她恢復上學 所以媽媽就開始去上學 她就沒有空做 早餐給她兒子吃 所以她就開始 就是給她錢 然後就說反正 妳就自己去買 結果她就很妙 她就發現 她想說 是因為身上二年級 所以功課跟不上嗎 因為老師開始 會在她的聯絡簿上寫說 小朋友怎麼 是沒有睡飽嗎 為什麼通常 第二節第三節 就開始打瞌睡了 然後好像 注意力不是很好 怎樣 她想說奇怪了 晚上也沒有特別晚睡 為什麼她二年級開始 就是早上都是 老師都反映說 常常課堂上喜歡打瞌睡 結果你知道嗎 原來她是怎樣 真從媽媽沒有幫她做她的早餐之後 媽媽給她的錢 她最喜歡買什麼 她最喜歡去買草莓吐司 她超愛草莓吐司 然後她的飲料 她最愛的就是那種 一罐十塊的那種 大包裝的那種叫什麼 紅茶還是綠茶那種 有沒有 她每次幾乎都買這兩款 她很愛吃這個 然後後來呢 她們就去問營養師說 這樣吃是不是有問題嗎 營養師跟她說 妳這樣吃妳的小孩 整個早餐都是糖 她糖 馬上就用完了 她當然就很 就困了啊 然後就沒有能量了啊 所以她當然上課都不會專心啊 所以她明明一年級 還是一個正常不會那麼愛困的小孩 可是她說她開始這樣子吃喔 她說不騙妳 大概兩三個月 她就一個很愛困的小孩 可是她開始吃早餐之後 然後慢慢的又可以回復耶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它不只是糖的問題 它其實是一個缺乏 維他命和礦物質的一個營養 一個早餐 那你知道人體缺乏 維他命和礦物質 很多一些有的沒有的一個動作啊 機器就是沒有辦法就是動了啦 所以其實這樣的營養 是一個很不適合的早餐 那如果說像這樣的早餐最好 比如說換一個豆漿 或是換一個剛才水果優格 都是一個很適合的 OK 好 要會搭配的好不好 好嗎